近日秋晨结束了国庆假期 从老家麦荷村回到了北京的国家队 不过貌似还没有正式开始训练 还在假期状态中 当然跳水队的一些活动 估计还是需要好好参与一下的 毕竟目前的跳水队 就属全红蝉热度最高 人气最猛 不过最近全红蝉 联合田径女神聊小敬发布的一个视频 却让不少人 都有些为全妹感到心疼 才17岁的年纪却承受了这么多 偏偏还最容易遭受网报 一点点小事都会成为网友攻击的方向 此前全红蝉就因为在高途直播间吃东西 受到了不少的抨击 后续全妹又因为被造谣打包国音圣菜 受到了大规模的网报 后来这才知道其实带走的就是国音上赠送的大桃子 许多运动员都有带回去 而最近全红蝉又因为一个小问题 受到了大家的吐槽 那就是在很多场合当中 或者私底下的外出时 全红蝉总喜欢穿着动动鞋 几乎没怎么穿过运动鞋 除非是大型的正式场合当中 才会换上正式的鞋子 此前就可以看到 全红蝉在坐经济操回马河村的时候 在机场穿的都是动动鞋 回家后带小孩到处跑的时候 穿的也是动动鞋 在老家待着的时候 那更是几乎就是动动鞋 没看过其他鞋子 帮老爸下地除草的时候 那更是直接光脚下地 熟练使用着铲子和锄头 而最近全红蝉回到北京后 或许是还没有正式开启训练比赛模式 于是全红蝉就去找梁小静玩乐 俩人还一起发布了一个搞怪视频 在视频内容中 全红蝉还介绍自己一世小红 在视频中 全红蝉还绣起了自己的动动鞋 又是一个新款的动动鞋 上面有一些好看的卡通图案 最后全红蝉还透露了自己为何总是穿动动鞋 并且让镜头对准了自己左脚脚踝的内侧 赫然就看到 在全红蝉的脚踝内侧 已经鼓起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大包 而且是一圈的 完全凸起到一种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或许就是长期训练和比赛留下的病根和后遗症 脚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问题 穿上正式的鞋子 那个地方肯定是会被摩擦到的 每走一步都会被摩擦到 因此全红蝉这才会在非正式场合 基本上都是一双动动鞋穿在脚上 不得不说看着真的挺让人心疼的 这么大一个包看着就很疼 大概率还是无法根治的毛病 或许会留一辈子 这都是长期运动 还是从小就开始的长期运动 留下来的病症 好在全红蝉自己足够坚强 这些他一开始一直都在默默承受 被攻击总穿动动鞋 一开始也压根不去辩解 其实全媒心里或许也清楚 这都是为了成绩 为了获得更好的名次 必须要去承受的伤痛吧